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这两天有两则消息引起了我的重视 那么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日本科学界重量级人物 以及日本的那些尖端人才 博士 硕士 特别是一些博士 加速流向中国 日本媒体呼吁日本要高度警惕这件事情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这些学者 这些尖端人才要加速流向中国 同样的 我说过 中国在军事国防现代化当中 以及很多尖端科技的研究当中 这里面有些日本人的参与 而且有些日本人还是相当关键的 那这很多人就看不懂也不明白 这个日本人跟中国不是死敌吗 怎么会这样 那么这一集我们先看这个消息 然后老兵再做个评论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 大陆组织于台湾清华大学设办公室揽财 遭台教育部下令撤离 那么这个事又是个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 近年来 多位日本科学界重量级人物 选择加盟中国大学 日媒发现 对于他们来说 除了想要继续研究之外 而这个继续研究是带这个引号的 中国优秀的科研环境 也是其做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日新闻 TBS新闻等日媒反思称 伴随着资金与经费不足等原因 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 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 但日本的研究经费几乎是不变的 仅为中国三分之一 日本TBS新闻11月7日刊登提为 书名号 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 人才流失一词 无法概括的现状的文章 文章列举 8月 日本知名光化学家 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 滕岛钊正式加盟上海理工大学 滕岛钊今年79岁 是研究光处媒 也称光催化剂的领军人物 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他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电化学研究 包括光与无机材料及有机材料的相互关系 光诱导的清水性的相关现象 光功能性质的纳米结构材料等 是具有国际生育的知名学者 2006年至2008年 担任日本化学会会长 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首先我在这里讲 这个滕岛钊我是见过面的 我是见过面的 因为我身边有这个朋友 他们是做这个除甲醛这个生意的 做的是非常大 那么这个教授 我确实是这样外面见过 我说什么叫光处门 我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 你的新房子装修 里面不是有很多材料 你只要涉及到涂料 涉及到拼接 你比如说你一个家具木制的 你这里面不都是会有这个拼接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涂料当中 胶水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甲醛 会导致成年人的健康问题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 有老人的 可能会导致白血病 导致白血病 那么甲醛是你闻不到的 你有的时候闻到的那一种味道 可能就是本 还有一些氨气 有种本 这是闻得到的 那这是油气里面的一些味道 人家说我闻到油气味就是甲醛 那不是甲醛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它会持续去挥发 那么这个光触煤呢 就是像一种药水一样的 然后具体是不是那个东西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可以事后在这个下面 补充一下 但是我看它们是喷出来那种什么东西 一种一种喷雾 然后呢 这个先是加速这个甲醛的挥发 然后呢 再喷出来这种烟雾 好像就是所谓的光触煤 然后把它这个加速甲醛的这个龙解和稀释 把它给挥发掉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因为身边有朋友做这个做这个业务 做的相当大 所以说呢 多少少有些了解 那有懂化学 或者看我经营化学老师 解释解释 在下面可以具体补充一下 因为老兵做节目时间有限 我也不是化学类的这个节目 是吧 还是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说代表啥意思 就是说 连这样的 非常顶尖这个技术 甲醛这个问题多少年了 他能发明这个 这样的日本的化学学会的会长 加盟中国的 还不算牛逼的一个上海理工大学 大家可想而知 在与中国持续交流的40年间 滕岛昭培育了38名中国留学生 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 科学技术交流方面 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更因此融获2019年度的中国政府友谊讲 此前美日新闻报道此事时 曾听到上海理工大学 预计将围绕腾岛昭建研究所 心理研究所的资金规模 预计将达到数十亿日元左右 此外 2019年 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 玉子柴克炎 也选择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 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 玉子柴克炎 现在7年16岁 被视为日本冲刺诺贝尔生物 生理学奖的游力人选 同年 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土木工程专家 上田多门 也选择了前往深圳大学工作 上田多门现年67岁 专攻混凝土研究 是日本土木界的泰斗人物 也是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下一届会长 文章称 近些年来 选择前往中国的日本学者 都是日本国内顶尖专家 是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智慧头脑 那么 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前往中国 这个是笔者给出的看法 等会我会给我的看法 首先是因为想要继续研究 我在北海道大学快到65岁的退休年龄 上田多门说 他想继续他的研究 但是日本大学并不具备退休和继续开展研究的环境 其次 科研环境也是做出决定的重要因素 上田多门说 当时他接到了深圳大学和泰国大学邀请 但他认为 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比较突出 上田多门说 在土木工程领域 中国大学的设施比日本的先进20年 而且研究也在进步 现在上田多门又有在日本大学内买不到的实验设备 以及在日本买不起的昂贵设备 他身边的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 文章还将中国和日本科研现状进行了比较 文章称 中国明确提出了科技强国的目标 日本却只是模糊的科技技术立国 文章称 正如上田多门所说 中国大学的优良设施和人才资源 足以吸引日本等海外科学家 中国不断上升的研究经费 也又为其提供了优裕的研究环境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的数据 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增长了约13倍 居主要国家之首 另一方面 日本的研发经费几乎持平 没有写出增长 19年为19万亿日元 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并且日本博士生素量还在不断减少 在中国 学校和导师会为博士生提供资金 但在日本 博士生还需要继续给学校缴纳学费 此前 日本每日新闻在9月报道 腾爪爪出走的文章中也称 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科研能源面临资金与金费不足的窘境 表明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步恶化 此外 日本论文影响力近年来也不断下降 日本日新新闻8月10日发表文章称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道 在全球被影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论文中 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为了世界第一 而日本的衰退则在进一步恶化 相关论文的数量已被印度超越 退去第10位 在论文被引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 中国18年也占据了25系 紧逼美国的27.2 日本则排在世界第9位 与20年前的第4位相比 排名大幅下降 照日经新闻称 很多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 日本将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这个很详细的把这些文章 把这些数据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这里我要说我的看法 确实这些年中国提出了科技强国 这是一个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的一项国策 一项重要的国策 这个是在胡锦涛 大家知道胡锦涛的执政的最重要的这个 国策是什么 首席政策是什么 就是科学发展观嘛 对不对 那中国非常重视科技人才 那么你要知道搞科研 需要这个 不仅是需要人 需要博士生导师 需要很多的博士 需要这个经费 需要实验室 研究所 需要这个这些器材设备 但我说过 在中国由于这是一项国策 所以说这些都是小问题 都是小问题 还有很多企业 一些科技类的企业 愿意花巨资赞助这些科研能源 那么我说过 我之前以前讲过 这个中国的一些弹脑导弹当中 我说过我说这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日本人的参与 不要认为是假的 为什么 我说过日本有 尤其在教育界 因为日本他的那个教育 也受西方的教育影响 西方的教育 今天已经被左派的知识分子 所这个占领了 很多人他其实是这个 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认同社会主义的 那么同样的 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变化 加上我说过 科研能源 有的人他不讲立场的 哦 我是日本人 我就为日本服务 不是的 科研能源 就像他看中的是什么 看中是他的这个科学研究 能一项一项的实现 能在实在这个 实际的运用上面 能这个变成这个 一项巨大的成果 变现 你商人追求利润 这个艺人追求名 追名逐利 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自己的东西 能够传承下去 那么我说过 中国是大量培养 科学人才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理工科人才是很多的 那么在中国 我们有这么多的博士 而且很多 愿意做博士的是 家庭并不太好的那些人 寒窗苦读 他就当博士 我和这些圈子也接触过 他当博士 那中国当博士 他是能领工资的 是开公司 就是说 导师会给他开工资 因为这个有叫什么 课题组 这个课题组 那个课题组 比如说 我刚才这样讲的 这个神经环路 课题组 光束眉的课题组 好 专门给你 为了你可以办一个研究院 可以给你盖大楼 把大楼给你盖起来 把这些顶尖的 这些实验设备 全都给你买进来 因为实验设备非常贵 实验设备非常贵 可以隆忍你一次一次 实验的失败 这个经费 比如说我给你 这个科技组两个亿 当然这个很高 有的是几百万 几千万的 这些费用给 然后这些 非常勤奋的这些博导 这个博士 在这里每天做的实验 很认真的做的实验 那一个导师 他就有一帮好的助理 去帮他做这些实验 他提出理论 提出构想 你们来实操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 他会觉得很舒服 日本 65岁退休了 你就退休了 就不要研究了 你就拿来去演讲 好了 也没有这么多经费 去划给你 没有这么多经费的 对吧 日本它搞的这种 所谓民族社会 它得去拉选票 得他妈的发钱 你像这个新冠 它每个日本家庭 是发这个十万日币的 对吧 每家里 不是每个家庭 每个人 一家三口就是30万日币 他发这种钱 稳定这个明星 要选票 懂吗 所以说他方面 很多钱 他不是留到这个方面 那么 给这个研究人员的钱 就不多 那么日本再加上 这个博士 自己还得花学费 对不对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说 人才 这些顶尖的这些 你要知道 日本来中国这些导师 我们是高度欢迎的 为什么 这些导师 都是诺贝尔奖的 有力竞争者 甚至有的就是诺贝尔奖 获得者本身 就是来中国开实验室 因为 大家看过 那个绝命毒师 那个 这个 那个就是Water 对吧 应该是叫 JickWater 老白 他最后死的那一刻 他摸着他的那个 心爱的 制冰毒的机器 他说 我乐爱之毒 因为这是我的 我在这里 可以早就找到 我的存在感 我的成就 我制出 99%的 程度的 这个蓝色冰毒 我牛逼啊 我一次一次的搞 按照我的这个标准搞 我牛逼 最后他是摸着 他的实验设备而死的 今天对于这些 日本科学家来讲 也是啊 你让他 这个日本人是 活到老 学到老 干到老的 你让他 65岁退休了 他不能摸着 他这些 心爱的实验设备 和他的这些 不同的这些实验数据 这是在剥夺他的生命啊 日本政府就在剥夺 他们的生命 所以他们来到中国 中国科技强国嘛 所以说 他们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而且又有一帮 好的弟子 一帮好的助手 所以今天我说过 美国为什么 美国的教育界 也上书 拜登政府 说你不要阻碍 这些中国的留学生过来 这些学者和这些博士过来 我们的实验室里 需要这些的人 因为我说过 今天在全球的这个实验室当中 科研实验室当中 中国所生产出来的理科人才 是他们完成这些实验的 重要的支撑者 所以说各位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这个实例 所以说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我们就是能吸收这些人才过来 对吧 你日本他妈的 说中国留学生不能去日本学什么 点进展技术 那完全是他妈的自作多情 你想想看 你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博导 这些诺贝尔奖的有利竞争者 甚至就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些人 都到现在中国开实验室了 那他妈的我去你留什么狗狗狗狗逼学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我也说了 中国某些比较屌的一些领域 尤其是中国这几年的 化学跟物理领域 尤其是化学领域的很多突破 跟医药生物领域的一些突破 这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我不太方便讲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面有很多日本人在这里面参与 因为我说过 日本这些人 他一个是他不讲立场 他只在乎他的实验 他无所谓 你日本人骂他骂他骂他叛国好 他无所谓 对吧 他认为这是 科学家都有一种 广阔的一种全球主义者 他们认为都是人类 我在造福人类 我不分你是什么中国 不跟你讲意识形态 还有一些 我说过是泛亚主义者 包括一些中国一些 简单领域里面 也有一些日本人参与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东亚人就是一帮的 甚至他们还持的东亚共农圈 大东亚共农圈这种理论 泛亚主义者 他就认为 这个东西应该是亚洲人自己掌握的 而不是说让西方掌握的 他是敌视西方的 也有这样的一些理想者 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些这么多日本的这些专家来中国 说实话 我是很欣赏 这些日本的这些专家 这个日本人啊 我跟各位讲 他搞这个研究 他们确实他妈特别专业 因为他们那种性格 就是这种性格 所以我们 在这个方面 我们要 抛弃那种 就不是抛弃 就是说 我们不要对他们来说些什么 中日什么 小日本鬼子这种东西 而是说 要欢迎这样的 顶尖专家 顶尖人才 只要为我所用 在我们的这个掌控之下 当然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另外一个 刚才开头讲的 那一个 我就暂时先不说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一个节目 控制在20分钟之内 那么同样的 他们的这个岁数都上去了 我们也希望 我们跟他学习的那些 土地 能把他们的这个导致的这些东西 变成自己的 就跟在距离实验室的前三强 跟这个冯博勒恩 这个学习这个空气动力学 弹道导弹技术的前学生一样 能把能自己也变成一个极大成者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的点赞订阅谢谢 谢谢